在第一批8名台湾人被遣送大陆之后 第二批37人在星期三上午也被带到大陆 大陆国台办说将依法展开调查 由于这些不法分子是在境外从事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全部都是大陆居民 大陆当然有司法管车权 我司法部门将严格依法 对台湾犯罪嫌疑人来开展侦查和调查工作 他说每年有上百亿人民币的电信诈骗赃款 从大陆卷入台湾迄今只追回20万人民币 以往按照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将嫌犯分开处理 嫌犯却没有得到应有惩处 有不少台湾的犯罪嫌疑人 在刚刚被押解回台以后 就被释放 有的过了不久 就再次在国外开设诈骗窝点 继续作案 这些情况 使得以台湾犯罪嫌疑人为骨干的 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 屡禁不绝 他说这起案件 涉案金额600多万人民币 台湾诈骗集团让不少大陆人倾家荡产 我希望台湾方面 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多从受害人的角度去想一想 而这也是大陆首次从非洲大规模押回电信 诈骗嫌犯 记者代入阳市区北京报道